8月1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 政纲宣讲及问答大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贺一成在参选政纲中公布了五项施政构想 其中,他将提升公共治理水平摆在施政首位 贺一成在参选政纲中指出,澳门回归祖国20年的发展 彰显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和巨大生命力 当前正是成前起后,开拓创新,总结经验和迈向未来的重要时刻 他的参选理念是,协同奋进,变革创新 协同奋进是澳门力量所在,变革创新时代发展要求 在参选政纲中,贺一成提出提升公共治理水平 推动经济多元发展,优化民生建设成效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打造文化合作基地五项施政构想 其中,提升公共治理水平位于施政首位 他强调,这是政府施政的基础工作 我将进一步深化公共行政改革 加强公共财政和公共基金的管理 加强公共部门和公务人员的管理 托宽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 努力提高政府管治的效能,连结度与服务的质素 建设连结、高效、变民、变商的服务营社政府 在经济发展方面,贺一成提出要集合共建一带一路 粤港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 并依据国际形势复杂性及内地市场等经济发展因素 适切制定适合澳门发展的规划和配套政策 适切完善政府服务和监管 适切解决人力资源不足问题 从而建立公平合理、程序简化的营商投资平台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迈出实质步伐 贺一成认为 澳门应当立足回归20年的成功经验和制度自信 将解决当前迫切问题与谋划长远战略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协同奋进、变革创新 稳固成功态势、稳序和谐大局 实现澳门更好发展 不断开创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局面 我的参选理念和参选的政綱 建立在继续实现一国两制的政策的架构下 坦诚面对澳门历史遗留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 紧紧围绕和把握澳门在新时代 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的机遇 致力建设一个政府廉洁高效 经济繁荣多元 居民安居乐业 社会文明进步的澳门 开创澳门发展的新局面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将于8月25日举行 行政长官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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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